试试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早就习惯了 好久不见 我的颜 请搜 这位是聂秘书 聂秘书 您好 我是汉娜 哈娜小姐 您好 这个是颜总送给你的礼物 真甜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啊 当然了 打开看看 你终于记得不再送我首饰了 这个礼物我很喜欢 谢谢 聂秘书选的 看来聂秘书没有一样的脾胃啊 来吧 点菜吧 看你想吃什么 那我不客气了 随便点 服务员 这个菜一份里有几个 三个 那就拿两份吧 记得放在一个餐盘里 好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里有一个 双数强迫症 好 没问题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红枣茶 沙拉来一份吧 好 好的 就这样 好的 记得不要放香菜啊 好的 没问题 请稍等 不好意思 忘了问聂小姐 有没有忌口啊 我也不识香菜 其他我不听 就是嘛 不像某些人 又有强迫症 又挑食 恐怕会孤独终老啊 那就找一个像你一样 尊重我生活习惯的人 你也没说你知道吗 以前我们在美国上 高中的时候 一起去探险夏令营 结果 也因为挑食和洁癖 完全不吃野外的食物 两天不吃饭 滴血糖 整个人昏倒在河里 如果不是我发现的急事 就没有现在的他了 所以您跟严总是高中同学 我们 青梅竹马 汉娜是我认识最久 也最了解我的女人 你懂就好 对了 你最近怎么忙什么 要再做什么公益吗 说到公益 我们最近在计划一个 关于垃圾分类的公益计划 不知道严总 对我们的环保事业 愿不愿意 你贡献一份力量 你都这么说了 我有权利去救你 对 不好意思 我去趟洗手间 我去看她 那公益基金的事 接下来我就和聂小姐对接了 不用了 你直接找我就行了 聂秘书马上要辞职了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再见 再见 你觉得 汉娜怎么样 一个漂亮且优秀的女人 也是妻子最适合的人选吧 聂秀禅 我之前也许是因为多半分泌过剩 导致我对你做了一些 不太理智的行为 我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 我的另一半 应该是彼此了解的人才对 我们并不太合适 如果您指的是刚才那位 汉娜小姐的话 身为秘书我必须提醒您 她已经订婚了 我应该不管是 她的女人 她的女人 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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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女人 这个女人 他们在家里 我应该给你 她的女人 她们在家里 她就在家里 她们在家里 她们在家里 我已经订婚了 看得出来 颜对你很特别 希望 你能让她幸福 颜总 激将法对我并不管用 不要在我身上 浪费时间了 易静淳 我到底比她差在哪里 您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我先遇见的人 是她 不是你 我先遇见你 远方 远方 颜总 你来了 天神 你待会儿把我和赵总 都送回去 开我的车 嗯 颜总你自己可以的 我不可以 你 为什么不来接我 很晚了 司机接你更安全 你总有特别合适的理由 敷衍我 走 conoc了 我回来了 回家 你好 能不能帮个忙啊 好 嗯 謝謝你啊 不用 嚴總 戒安全帶 先生 趙遠芳 我們 咱一起回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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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远芳你骗我 这边这边这边 走 好热 好热 怎么这么热 别动 什么毛病喝醉乱脱衣服 聂明是我 是我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聂星辰 我这辈子 最后悔的只有两件事 第一是没有早点遇见你 二是 没看到我爸的最后一眼 爸 你也没说 你错我回来的 颜总应该听过 狼来了的故事吧 如果您继续这样 下次真出了事 我也不会当真 你敢拥抱彼此 用曾经最熟悉的 而现在不愿的方式 努力放入灵魂 想会 你不想要